隐藏在故事里更多的恐怖细节 接下来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36章图里的讯息 注意,这篇的字体不在格子内 天气栏也是空着的 由此推测小女孩被关在阴暗的地方完成日记的 相隔了10天的日记 这篇同样也没有写天气 小女孩仍被困着 而这篇日记里的错别字正好是快来救我 这是小女孩偷偷留给老师的求救讯息 日记中有水击 是小女孩的泪痕 嗨,大家好,我是一干 2017年,网络上流传着一组漫画 相信许多人都曾看过 韩国漫画家裴曾秀所创作的 近日系列中的第55画 讯息疯传各大社交媒体 这组漫画的画风看起来就像是小孩的涂鸦日记 但里面的细节透露着许多让人细思极恐的讯息 引起了众多网民们的热烈讨论 这一张张看似普通小女孩与老师交流的日记 却让看完了的读者都感到不寒人力 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暗藏在这部漫画背后的恐怖讯息 但在解读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篇故事 8月20日,开学 暑假结束了,所以吃学校的午餐 连红萝卜都全部吃光了 我觉得很开心 8月22日,跟弟弟一起去看小狗 是白色的小狗,还是小狗狗而已 明天还要来看他 8月23日,今天穿着长雨鞋去上学 放学之后还想要穿一次 但是雨停了不能穿 所以不太开心 真希望明天也下雨 8月26日 在写作业时,削铅笔削到流血了 所以爸爸就帮我削好铅笔了 8月29日 爸爸说不可以养小狗 但是弟弟一直吵着想要养小狗 所以爸爸就喝了很多酒 8月30日 第三堂课下课时 我去看别人玩打纸片游戏 纸片用完的人哭了 可是我觉得很好笑 9月1日 弟弟说他没有摸狗狗 但是爸爸说弟弟在骗人 所以爸爸很生气 还说那以后就来养狗吧 9月2日 把家里的空瓶子卖掉 拿那些钱买了泡面来吃 我喜欢夹鸡蛋吃 但弟弟说不要 还一直吵 真是讨厌鬼 9月4日 家里多了阿荣 爸爸说以后我们要好好照顾阿荣 但是弟弟说他不要 9月5日 天气太冷了 所以穿了羽绒外套 可是午休时间时 有人笑我外套太小了 所以我很生气 9月6日 因为被蚊子叮 脚好痒 但是因为把鞋子脱掉 所以又被叮了 9月8日 爸爸说阿荣不能吃饭 所以我们拿饲料给他吃 阿荣一开始不吃 但之后吃的很香 9月11日 因为没有带雨伞出门 所以打电话回家 想叫人家帮我拿 但都不说话 只好直接来了 9月12日 我买了饼干 阿荣说他也想要吃 但爸爸说只能给饲料 阿荣也想去外面 但爸爸说不行 9月13日 一直在下雨 明天是阿荣的生日 所以会给阿荣更多的饲料 9月14日 我看到了蜗牛 但是他们都没有咳 因为很恶心 所以爸爸弄死了 但还是有好多 9月16日 梦到阔雨了 觉得好恐怖 醒来之后 阿荣在旁边问我 还好吗 9月17日 爸爸很生气 因为阿荣不听话 一直想要偷偷跑出去 爸爸把阿荣给绑起来了 9月19日 中秋假期 因为是中秋节 所以跟爸爸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还一起看电视 9月21日 跟爸爸两个人一起去公园玩 爸爸喝了酒的话 就会很开心 所以我也很开心 9月21日 阿荣很不舒服 因为爸爸一直打他 所以他一直在哭 想带他去医院 但是没有去 9月23日 家庭访问周 今天是家庭访问日 但是爸爸不常在家 所以不行 想吃泡面 夹了鸡蛋之后 阿荣一直看着我 9月24日 阿荣不小心大便大错地方了 虽然他一直认错 但爸爸叫他闭嘴 一直用力打他 9月26日 阿荣死掉了 我想要把阿荣埋在山里 但爸爸把阿荣装进袋子里丢掉了 好难过 9月28日 阿荣不在 我觉得很难过 不能练手语 也不能玩小石头了 爸爸说他也很难过 9月29日 一整天都在下雨 明天要把空瓶子拿去卖 10月1日 爸爸问我会不会想念阿荣 好恐怖 10月6日 又来了一只阿荣 他也要带香圈 吃饲料才行 爸爸说 反正又不会说话 没关系 10月16日 讯息 因为想快点吃杏桃跟梨子 所以来市场买了 婆婆就给多了三颗梨子 我真感谢那位婆婆 10月17日 捏造 我跟弟弟 还有阿荣都过得很幸福 开心 我们全家很快就要搬到很远的地方了 10月21日 缺席 10月22日 缺席 10月23日 缺席 10月25日 到访学校 你敢报警 就死定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看完这个故事的你是什么感受的 记得在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 它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感受 只是能看出一些较为明显的讯息 直到最近我无意间又看到了这篇故事和网友们的讨论后 我才发现隐藏在故事里更多的恐怖细节 接下来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36章图里的讯息 从开学篇说起 8月20日 暑假结束了 吃了学校的午餐 连红萝卜都吃光了 觉得很开心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小女孩的家境并不好 在暑假期间两姐弟根本吃不饱 一整个暑假可说是饿了他们很久 因此在开学后 姐姐就连最讨厌的红萝卜都吃光了 8月22日 阴 两姐弟一起去看狗狗 这里让我最疑惑的地方是 天气栏里写的是阴 可插画上画的是大太阳 那两姐弟到底有没有外出呢 很大的可能是 当天的天气的确是阴天 可姐姐的心情是晴天 所以才会画太阳 关于这张图有许多的猜想 其中是推测白色小狗是爸爸从外面绑架回来的小孩 被关在地下仓库 途中的太阳有可能是灯泡 也有许多网友说白色小狗狗是妈妈 孩子们因为看到了妈妈所以才很高兴 孩子们并没有外出 所以不可能会遇见狗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太多的根据 只是一些网友们的大胆猜想 8月23日 小女孩穿着长雨鞋是为了遮掩脚上家暴的伤痕 所以小女孩很喜欢下雨天的穿长雨鞋 还有一个说法是 下雨天代表着女孩来越试 因为这样 父亲就不会在雨天对他下手了 8月26日 有人指铅笔代表着爸爸的性器官 而流血安育女孩在这天第一次受到爸爸性侵而流血 8月29日 弟弟要养狗但遭到爸爸拒绝 爸爸一不开心就喝酒 8月30日 看见别人哭的女孩却觉得很好笑 这时小女孩的心理状况已经出现了问题 也有另一种说法 打纸片游戏代表赌博 爸爸赌博输了 所以小女孩很开心 9月1日 爸爸很生气的说来养狗 9月2日 卖掉酒瓶后就可以买泡面吃了 但弟弟不喜欢夹蛋 这里为后面做铺垫 一个烧酒瓶大约能换10韩元 一包泡面至少650韩元左右 由此可见爸爸的酒瓶有多深 相信许多小伙伴们都发现了 自9月4日 家里多了阿荣后 弟弟就不见了 没错 阿荣就是弟弟 爸爸把一直吵着要养狗的弟弟 变成了狗 茶花里的黄色小狗和弟弟所穿的衣服一样颜色 再往后的故事里 就没有出现过弟弟了 阿荣看起来不太愿意 而弟弟说他不要 9月5日 女孩穿着弟弟的黄色羽绒外套上学 所以特别小见 羽绒服是冬天才穿的 这时候的韩国应该是夏转秋 这里凸显了女孩家境贫困 9月6日 蚊子是夏天才出现的物种 有一种说法是爸爸是蚊子 按指女孩双腿上的是爸爸留下的蚊痕 9月8日 弟弟不吃饲料 但饥饿还是让他吃下了 以小女孩的家境来看 应该是没有多余的钱买狗饲料的 有人推测 如果之前的白狗是妈妈 那么饲料就等同于妈妈的身体 值得注意的是 插花上阿荣的笑容似乎被擦掉改过了 9月11日 有闻中是无法说话 得知小女孩是哑巴 不会说话 9月12日 弟弟是想逃出去 但被爸爸禁锢了 也不让弟弟吃人吃的东西 9月13日 弟弟的生日也只能吃更多的饲料 9月14日 这一片安育女孩又被性侵了 途中的蜗牛代表着爸爸的经验 或是使用过的安全套 小女孩说 但是还有很多 意味着爸爸多次性侵他 9月16日 爸爸对女孩做的事 让他发噩梦了 弟弟开口关心他 9月17日 弟弟想逃走 却被发现了 爸爸干脆用绳子把弟弟绑起来 弟弟带上了项圈 9月19日 中秋节 本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弟弟却不在 爸爸开小黄片给小女孩看 9月21日 爸爸去到公园仍在喝酒 表示爸爸又心情不好了 插画中式晴天 女孩却写了音 这里代表女孩的心情 或女孩根本没出去玩过 9月21日 爸爸去酒后会虐打弟弟 弟弟被打伤 却不能被送去医院 9月23日 讨厌再泡面种加鸡蛋的弟弟 已经病得说不出话了 只能静静地盯着姐姐煮泡面 因为爸爸做了见不得光的事 在家庭访问日之天不能家访 9月24日 弟弟的身体状况 已经差得无法自理 大小便失信了 就算拼命向爸爸认错 仍躲不过毒打 9月26日 爸爸把弟弟装进袋子里 途中右下角的狗偶都发哭 代表着阿荣只是带着狗偶都发哭的 弟弟扮演的 9月28日 会练手语 玩小石头的阿荣就是弟弟 再次说明小女孩不能说话 10月1日 小女孩觉得很恐怖 因为她知道下一个阿荣就轮到她当了 10月6日 第二只不会说话的粉色阿荣就是小女孩 注意 这篇的字体不在格子内 天气栏也是空着的 由此推测 小女孩被关在阴暗的地方完成日记的 相隔了10天的日记 这篇同样也没有写天气 小女孩仍被困着 而这篇日记里的错别字正好是快来据我 这是小女孩偷偷留给老师的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有求救讯息 日记中有水击 是小女孩的泪痕 10月17日 捏造 这时小女孩已遇害 这篇日记是爸爸伪造的 注意格子内有擦掉更改的痕迹 人物的颜色也不再是五颜六色 而是统一的黄色 老师终于发现端倪 表示会尽快去家庭访问 10月21日至23日缺席这段时间 小女孩已经不在了 10月25日 到访学校的爸爸威胁老师 这里是聋哑学校 所以老师也无法说话 才会用笔写下试 桌上的是反色的刀光 爸爸拿着刀威胁老师 在受到爸爸的威胁后 最后两幅画的画面越来越暗 像是慢慢合眼看到最后的画面 老师很有可能也惨遭爸爸的毒手了 这篇看似天真同年同月的小女孩日记中 却暗藏性侵 家暴等惊悚内容 作者想要以展现人类最懦弱的一面 让看过的读者深深体会其中的恐怖感 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女孩日记 看完后却让人感到很强的后劲力 日记里的字字句句 都隐藏着我们意想不到的黑暗事件 虽然这个故事只是作者创作出来的虚拟故事 但这故事背后的真相 还是让人不幸感到心寒 不知道这个故事吓到你了没 又或者你对这个故事的讯息有更多的解析 欢迎在底下留言写下你的想法 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分享出去 想听更多有趣的故事订阅我的频道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